民進黨立委范園日前開了協調會 將國籍機組員的防疫措施改為3加10億 結果被外界認為 這就是這一波疫情爆發的破口 民眾黨立委高鴻安在昨天還踢爆說 陳時中上週才在立法院承諾 會把協調會議的記錄成底立法院 但是疾管署的回覆居然說 並沒有做成會議記錄 讓高鴻安難以置信 他說原來這麼重大的防疫政策放寬 公家機關開會決定行政院措施的變更 竟然沒有會議記錄 實在是太誇張了 他大罵說這到底是要保護誰呢 是要掩蓋什麼事實呢 而且民眾黨團早在5月7號就已經行文了 要求衛福部要提供3加11拍板決策的會議記錄 5月7號到現在 這段期間很多外界還有立法院的委員們 都在追追了那麼多次 如果是沒有會議記錄的話 怎麼一開始的時候就不講呢 如果沒有會議記錄的話 陳時中指揮官的蓋章決心是蓋在哪裡 好 現在一句說 會議記錄從來就沒有存在這個時空 就有辦法蒙混過關嗎 好 另外包含了 費鴻泰他也批評了 他說疾管署的書面報告回文 根本就是在胡搞 根本就是在亂寫 他將退回報告 並且要求疾管署要重新再給一份 好 看到放寬的機師隔離的天數3加11的防疫大破口 陳時中坦言說 親自拍板之後立法院現在要求疾管署要交出當天的會議記錄 但是疾管署的書面回應竟然說當天沒有做成會議記錄 好 現在包含很多名嘴都炮轟 這根本就是在騙小孩 網友也傻眼了說沒有記錄那麼誰會信呢 是不是應該在碎紙機裡漏頭了吧 台灣防疫被攻破機組員居檢放寬到3加11 被國際認證是破口立委要追決策的會議記錄 機關署給了這答案 4月13號在疾管署召開的關鍵會議跨組討論 陳時中終於坦承親自拍板放寬3加11之後 立院要求拿出會議記錄 疾管署竟然扯沒做成會議記錄 網友看到全傻眼說沒有記錄誰會信 這麼大的政策沒記錄太扯了 已經在碎紙機裡頭了吧 國防部2.0就是衛福部 一驗又五行 搞什麼 騙小孩是不是 怎麼那麼危險 我們所關心問題議題那麼危險 不是 怎麼可能有一個會 因為沒有會議記錄 這是怎麼樣 不會做成會議記錄 公務員以為這是同樂會的會議記錄 小學要不要開同樂會 機關署你是在助紂為虐嗎 陳時中部長這幾天的發言荒腔走板 到底是沒有這份會議記錄 還是不願意提供 我們不得而知 要補破網6月12號以後 沒接種疫苗的長程航班 機組員將會調研為5加9模式 記者楊世俱成經理台北蹭報導 國產疫苗還沒有完成二期的臨床試驗 那麼為何指揮中心就已經簽約要購買的呢 指揮中心在昨天記者會上呢 有備而來拿出了手板指出 目前不管是A技莫德納或是BNT 通通沒有完成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而且呢一二期的受試人數呢 還小於國產疫苗 因此呢給國產疫苗緊急使用 授權也就是EUA也沒有問題 好現在來了包含了台大感染科醫師 林氏璧他就說了 他說呢如果只是看一二期 三千多名的受試者的臨床資料的話 恐怕會一漏掉五千分之一 甚至是萬分之一的副作用 另外還有呢就是身兼疾管署 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 政大副教授劉鴻恩 他也在領書發文說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話術嗎 把這個臨床試驗 不需要經過第三期完全做完 講成說臨床試驗 不需要進行到第三期 這個就是叫做話術 而且一點都不誠實 誠實就是呢 明明應該是要比照 美國的FDA的藥物管理局 FDA的這個國際標準 來審查國產疫苗緊急的許可 那就可以明白承認自己標準 是比較寬鬆 不可以說自己的標準 跟他們是同樣嚴格 這樣子就是不誠實 到底有讀不誠實呢 來看到非力組織呢 台灣公益揭蔽 即吹哨者保護協會 他們就做了一份的資料 他們在臉書呢 整理的BNT 莫德納AZ嬌生 四家國外疫苗試驗的一個數據 那麼即便呢 通過各國的EUA之前 試驗人數呢 都是已經破萬的 好 看到呢 看到這個人數包含了BNT 受試的人數呢 是有到了4萬6千多人 莫德納也有3萬多人 另外AZ疫苗也有1萬2千多人 包含其他的嬌生 也是有4萬多人 好 這個貼文呢 就被TTT網友給熱議推爆 原來你看到 跟陳時中所講的 怎麼會差得這麼多呢 好 其實呢 第一期臨床試驗 我們看到主要是要看疫苗的安全性 我們再回過頭 來看看剛剛的那一條的這個電視牆好嗎 第一期主要是要看疫苗的安全性的部分 好 那麼這個第一期的部分呢 是要還有疫苗的施打進入人體之後 會不會有抗體的反應 那麼受試人數呢一般來講就是看到只有數十人而已 好 第二期的部分呢 臨床試驗進一步是要測試不同的疫苗的劑量 一般呢是會分成三種方式來進行 那麼第一看哪一種的劑量的抗體呢 反應是比較好的 同時呢也要測試說 這個疫苗在不同的劑量當中 它的安全性如何 因為呢測試項目呢比較多 因此呢需要人數也會擴大到數百人 好 第三期呢 就是呢臨床試驗要找出 它的抗體的濃度 還有血清的陽轉率 好 目前各國呢 所通過的緊急使用授權的疫苗 都是直接把這個施打疫苗組 跟沒有施打疫苗組 都是放在感染的環境當中來做測試 統計疫苗的有效性 也就是保護力如何 好 這個階段通常呢 受試者的人數會高達有數萬人 也就是呢可以統計出疫苗的副作用 所以第三期就是相對的非常的重要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國產疫苗 不需要做到第三期呢 反而是第三期非常重要不是嗎 好 我們看到這個組織的協會呢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這些資訊 能夠提供給這個關於疫苗 EUA的討論來回歸事實的層面 好 另外看到呢 國產疫苗呢 連一支都還沒有做好 有沒有效呢 甚至都還不知道 但是呢 指揮中心就宣布了 跟高端 跟聯亞疫苗 總共採購了2000萬劑的國產疫苗 有人提爆了 高端公司的股票呢 狂漲市值竟然翻倍有上百億元 質疑說蔡政府呢 是為了護航國產疫苗 才會刁難民間所買的國際疫苗 放著國際知名疫苗不要 蔡政府一口即簽約2000萬劑國產疫苗 在蔡政府5月13號 親自宣布國產疫苗將開打後 高端股價連三天狂飆 最高漲到417元 28號市值更高達825.93億 以去年初高端股價約30元計算 一年半股價狂漲13倍 國異的是像BNT嬌生等有八九成防護力的疫苗 我們不買 但高端連一支疫苗都還沒做好 卻已經接了我們千萬訂單 股東在股市狂賺百億先投效 有疫情炒作高端股票的集團 在那裡炒作 政府百般的阻擾BNT 就是為了保護高端 疫情指揮中心 每一個人就是殺人們的共犯 傳聞立法院 光立法院就有立法委員 去跟他們要股票 去買他們的股票 如果當時80塊買的話 現在賺了多少錢 他開國際知名疫苗 從BNT到AZ疫苗 一路衝上三期試驗 才拿到緊急授權 受試者從2.4萬到4.4萬人 反觀國產的高端疫苗 第一期試驗50人不到 第二期3700人 連二期試驗都還沒完成 竟然拿到政府保證 採購的千萬門票 蔡英文直接立一個條款 風險時刻A前無罪 我都同意了 你把疫苗給我進來 救命時刻搞什麼東西 饒命好不好 我有炮轟疫苗 可以不打股票 一定要買 沒解盲三期保證採購 難道沒人查嗎 還有人說台灣價值 打進身體裡 股價賺飽飽 根本土力兼炒股 趙朝康更狂嗆蔡政府 是草菅人命護高端 財產申報資料 都是公開透明 大家可以去查證 都沒有炒股的問題 估計認證疫苗不買 要百姓打 沒效力保證的國產疫苗 民進黨買疫苗暗藏的貓膩 恐怕大觀心裡最清楚 打得到底是什麼主意 只有林溪憲李宥璇 台北報導 現在不少的企業呢 想要出手來幫搶疫苗 但是被政府已讀不回 結果連演藝圈大姐大張小燕 他也非常罕見的 在臉書發文 他PO出了下跪照 他說不要再刁難給我們疫苗吧 不到一天就有將近十萬名的網友 他說救苦救命 每個人都是你我的親人 台灣人的命也是命 真的不要再刁難了 就給我們疫苗吧 這個貼文貼出來之後 不到一天就有將近十萬名的網友按讚 而且網友也怒轟 人民竟然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跪求的方式來要疫苗嗎 只能說政府真的很可惡 而商總也說 有不少的企業現在反映了 想要幫忙搶疫苗 但是我們的政府卻是不同意 似乎政治凌駕了一切 疫苗的取得 追不上病毒散播的速度 地方政府企業紛紛向中央喊話 就連綜藝大姐大張小燕也貴了 PO出一張下跪的照片 寫下別再刁難給我們疫苗 PO文一出將近十萬網友聲援 就連徐若萱也用表情貼圖附荷 網友說小燕姐難得說話了 謝謝小燕姐站出來發出救命之聲 真的需要有份量的長輩 幫我們小老百姓發聲 不沾鍋的小燕姐 都站出來為眾生祈求 政府還要裝聾不做亞媽 同批政府鐵石心腸 無動於衷 真的好想哭 人民竟然要貴求疫苗 這政府實在很可惡 我們發聲我覺得很好 不管民間或政府 我覺得都可以 只要可以管到 然後疫苗是好的 我覺得都可以 就不要再區分 早就要埋了 等國產等到幾時 等時會做的早就下台了 鮮燒使用社群平台的小燕姐 睽違一個多月發文 就是關心台灣疫情 而上次公開談論公共事務 已經是2006年的紅山軍倒扁 可見球苗若渴 實在忍無可忍 民間企業紛紛出手 想幫搶疫苗 但卻被政府一讀不回 有很多的企業都想做這個事情 幫忙解決目前缺少疫苗的困境 所以政府應該鼓勵才對 但是政府似乎呢 政治凌駕一切 人民關天 政府若在一意孤行 將政治凌駕於人民健康之上 疫情恐怕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 記者 張正明林佩杰 台北採訪報導